哇 这个双方你来我往港内互打的真是精彩啊 而且呢 每个人抓战犯 哇 都批评的坑枪有力耶 你大选的政见论述还要精彩 管自己有没有责任先炮轰别人再说 民进党这样检讨别人的气势持续下去 我相信2024年一定可以翻转选情 大胜国民党 大家好 我是新人律师 九合一大选刚刚落幕 民进党输得一塌糊涂 卡了世界杯暴冷不断 台湾球迷也是输到脸色发青 而且你到底懂什么是月位了吗 而在中国竟然因为常年大规模的封控清零措施 引发人民极大的不满 近日来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抗争行动 而且竟然还有人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哦 这个行动会不会真的影响习近平的政权呢 没想到在2022年的年底 哇 竟然有这么多大事情接连不断的发生啊 真的是很值得来好好的靠北一下 于是我们好久不见的节目 靠北新闻又再度重出江湖啦 好啦 一定有人会问 为什么是靠北新闻而不是一周新闻呢 我先问一下大家 你有看世界杯吗 你有买运动柴券吗 如果有的话 你觉得不应该靠北吗 2020年卡达世界杯 从11月21日开机之后 真的是惊奇不断啊 先沙根廷以1比2大爆人 输给沙古地阿拉伯之后 德国也以1比2输给了日本 而到了11月27号夺冠热门 比利时更以0比2输给摩洛哥啊 哇 这让最关注体育赛事的台湾运才迷们 台湖遍野啊 大叹好多孩子都走了 心痛之余也不禁开始分析起 为什么这些世界杯会出现这么多冷门结果呢 有人说传统强度的大牌明星市场 因为卡达天气太热的关系 我只能说大家真的是想太多 有去过那些产油国家人就知道 那些产油国 电根本就不用钱好吗 当地的百货公司冷气开的比台湾还要强耶 而且大楼跟大楼之间的天桥 跟室内是一样均温的哦 冷气照样冷到让你屁屁错啊 所以啦 跟这个天气真的是没有什么关联 而是因为主办单位为了避开卡达的夏天 把原本是在六七月开踢的世界杯赛程 就安排到十一十二月来 那导致各国联赛就只能一直压缩赛程 来赶上世界杯 大牌球星一周要提上三场比赛 而且联赛一踢完 马上就来踢世界杯了 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 所以啦 这个体力的状态可能下滑之外 后期他们伤兵的现象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哦 所以运彩明要下注的时候 也要参考一下好吗 那另外德国在台协会也赶上这波士族运彩投注热潮 在官方脸书上面要大家猜猜看 德国十六强会碰上哪一对 想给台湾的运彩迷们指点一条命路 哎没想到底下一堆留言纷纷选择了答案第一 德国最有可能遇上的对手就是机场的服务员 哎这个答案参考性够不够我不知道啦 但羞辱性是真的可以拿一百分 可以想见底下留言答案第一的人 该都输了一屁股吧 好那另外呢也顺便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哦 我呢我本人像有世界杯明灯的称号 只要是我支持的队伍就 就就不好说哦 所以呢无论你是足球迷还是运彩迷 到底什么是阅位看不懂也没关系 没事多看看我们频道以及脸书跟IG限动 也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英球的蛛丝马迹哦 好说到输影 当然不能不提刚刚落幕的九合一县市长大选啦 在这次大选中呢国民党拿下了十三席的县市长 而且六都之中就拿下了四席的首张宝座 民进党沦落到只能退守南部四县市外加一里岛的结果 哇民进党面临比2018年县市长大选更糟糕的败选结果 而民进党党内对这个结果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除了开票当天蔡英文主席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来表示负责之外 民进党立委何志伟在败选当天立刻在节目上面开炮啊 指出党内有黑道进入陈时中的竞选团队决策圈 陈时中根本就不是输给蒋万安 他是输给小圈圈 黑道在核心当中 你说的是黄澄国吗 当然啊 那这个黑道在核心难怪选情会核爆 好 何志伟的这个发言立刻引来 民进党的大选操盘手洪耀福在脸书上面回呛 何志伟你可以更扯 你是最扯啊 哇 他以民进党的败类来形容他 而不甘心在这一波新闻中 没有任何声量的焦糖哥哥陈嘉行 也立刻在脸书发文 质疑何志伟还曾经打电话 要求他露出站C位的照片 不晓得要营造什么样的形象给媒体 哇 这个双方你来我往港内护打得真是精彩啊 你们看看这个战力真的是堪比世界杯 而且呢 每个人抓战犯 哇都批评的坑枪有力耶 比大选的政见论述还要精彩 可以说呢是选前人人想合照站C位 选后找战犯的工作也一定要站在C位啊 一马当先 管自己有没有责任先炮轰别人 再说民进党这样检讨别人的气势持续下去 我相信2024年一定可以翻转选旗大胜国民党 加油咯 另外呢从本次的选举结果可以发现除了被何志伟称为黑道的黄成国左右民进党选举大局之外拥有杀人伤害等多项前歌而且受限国民党排黑条款而被开除党籍拖党参选的中东井也在与民众党主席克文哲合体之后高票当选啊成为苗栗国新一任的首长 此外呢前职棒打假球案主毛雨刷蔡正宜在服刑三年八个月之后出狱 洗心革命参与民主政治 并且呢还以该选区第一高票当选嘉义县第四选区县议员 票数甚至比二三名加起来的票数还要多啊 想当年呢蔡正宜以买车金钱喝花酒性招待恐吓威胁等等方式来操控职棒球员打假球 此次投入议会想必可以再为台湾的议会殿堂添加更多的乐趣啊 而桃园新科议员段淑文的来历哇也不遑多让啊 曾经被列为十大枪击要饭的他 竞选的时候包括张畅正 郑文燦跟郑韵鹏都现身力挺 台湾政坛不分蓝绿都展现了力挺跟僧人从政的大爱跟包容心 或许我们可以说此次选举国民党赢了 赶黑道或成最大赢家呢 而就在台湾选举刚刚落幕的同时 中国各地大车市竟然也出现了抗议热潮哦 原因呢在10月24日的晚间 新疆乌鲁木齐一栋大楼发生大火 住户想要逃离火场却因为严格的封控措施 导致逃生大门都被锁上 消防车呢也因为路上放了重重的障碍而没有办法顺利救援 最后死伤惨重 消息传出之后除了新疆各地出现大批的民众走上街头 要求中共当局解封的激烈抗议之外 这股抗议风场也蔓延到了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 原本呢民众自发现聚集调面离难者的活动 最后竟然扩大成为对清零政策的公开批评 民众大声喊着要 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 在事件演变到28日的时候 中国各地的学生已经发起了所谓的白纸运动 以高举白纸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无言的抗议 民主反制 表达自由 民主反制 那由于中国长达三年的风控措施累积了强大的民怨 一度还传出上海文具公益商城关文具公司暂停销售 A4白纸来帮助中共当局维稳的消息 但是不久上海城关公司就紧急辟谣 称这个文件是伪造的 A4纸张销售一切如常 虽然不知道这文件到底是谁伪造的 但是在这样子的抗议潮之下 还有人有心思体察中国当局维稳风控的补锡 制造了这样子的一份文件来提醒大家维稳的重要 真的是苦口婆心啊 另外在10月27号的时候 网络上也出现了号召民众占领上海市政府的发文 而该篇文章更在文末表示 一旦占领政府将宣布上海加入中华民国 呃 这位发文的先生还是女士啊 如果说有人是真心想要成为中华民国台湾人民 我们也是欢迎啦 不过我们台湾这边也是有很多人 一心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我们要不要就两边说好 交换一下 省得老是有一些人 每年10月1日跟10月10号的时候 都会精神错乱耶 所以交换一下比较方便 好吗 好 然后现在这个白纸运动也引发香港的响应 在中华商城跟香港大学里面 陆续有人手举白纸来支持声援 那就当年骂香港人废亲的中国学生因此忏悔 发文表示 原来当初之所以会骂香港人根本就是因为刺激跪太久 太久不被当人 看到人该怎么活着的时候都觉得刺眼 不过这也正常啦 为乌尔族人被在教育的时候 为什么那些上海北京的学生不去声援呢 就是因为自己没有遭遇过嘛 就觉得别人的苦痛 别人发出的怒吼是在无病声音 等到自己也遭受到铁拳修礼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那些人说的都是真的 如果不是中国的亲领政策离谱到一堆人受不了 发现在不站出来的话 自己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葬生活场的人 这些人有可能会出来帮新疆人说话吗 有可能为了自己骂过香港雨伞运动来表示忏悔吗 希望中国现在这些站出来的人 记得你们现在的感觉 记得你们现在对当权者的愤怒 还有记得你们想要争取自主 对不是自由还要自主哦 自己当自己主人的渴望 记住这种感觉 也许你们就可以比较理解 为什么台湾人对于民主自由这么的坚持哦 那未来如果中共的政权要对台湾发动战争 也请你们不要成为恶霸政权的帮凶 好那虽然呢 在我目前录影的当下 这些抗争活动还在持续 但是呢 从这些行动看起来 都还是比较停留在民众自发性参与的阶段 还没有发展成有组织性 可以进行长期抗争的运动 那另外呢 也陆续传来 中国各地政府为了疏解民众的压力 都开始有放宽清零措施的消息 所以这一场中国自1989年来最大规模的抗争行动 有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还是民众一被摸头就会开心的民津收兵 再度丧失中共体制进行改革的契机呢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下去吧 好那这一集的靠北新闻就到这边啦 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识 别忘了订阅嬴政律师的YouTube频道 也追踪我的IG 看到我的脸书粉丝也按赞 那记得赶快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以及官方的LINE帐号了 我是嬴政律师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